1954年由王永慶,王永在昆仲两位创办人成立台塑企业,开始在高雄生产PDC。 日产4吨并使用牛车1吨吨运送,是当时全球最小的塑胶工厂。 随着增产降低成本,二次、三次塑胶加工事业陆续开展,事业开始蒸蒸日上。 台湾跟上现代化的步伐,市面上开始出现许多塑胶产品,简洁带动台湾经济起飞。 如今台塑高雄厂化身为台塑王室昆仲公园,这里可说是见证了台湾的经济奇迹。